各位弟兄姐妹 你們好 我們這次繼續講到 建立和修補婚姻 上一次講到 建立婚姻 以及講到男女大不同 而我們這次講到 如何建立和修補 大家可以在網上找葉牧師 YouTube找葉牧師 看到很多關於婚姻 或者處理情緒 處理罪 和人關係 各樣的影片 大家也可以上去找 如果你想我幫助 也可以上網找到我的電話 也都在這裡打出來 好 我們這次繼續講到 建立和修補婚姻 我們看到幸福的婚姻 一生都可以享受和得力 兩個人互相相愛 互相幫助 一起侍奉神 一起建立家庭 是很幸福的 兩個人一起 比一個人好很多 但是如果痛苦的婚姻 一生都會受苦 很多時候 婚姻痛苦 不一定他想的婚姻痛苦 而是他不知覺 他不知道 因為男女的不同 男的只是關注自己想做的事 而女的可能只想對方聆聽他 有時情緒會受影響 男又想得到他的東西 女又想得到他的東西 結果大家都不能夠 建立婚姻的時候 就痛苦了 因為有很多人 其實他本身想有好的婚姻 不過在過程之中 他們發覺很困難 因為男女的不同 男是沒辦法明白女的 為什麼他經常注目 在這些小事 這些感覺 這些情緒 為什麼這麼注目這些事 而女的也不明白男 為什麼不肯說你的心事 為什麼肯定收藏一些東西 不肯溝通 又不回應我 這就是男女的不同 而當男女明白的時候 能夠回應對方 男的就會關心女的多些 聆聽她多些 接受她是會有 什麼事情發生 她會有情緒的反應 通常比男性比較強 而女性接受男性 有時不太想說話 就引導她去說 或者告訴她 我喜歡聽到你說什麼 當她一說的時候 要欣賞她 就不要批判她 這樣男就會得鼓勵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曾經有人送了一束花給太太 太太看到一束花的時候 反應是什麼呢 有沒有搞錯 一束花這麼肉酸 你也可以買的 你買了多少錢 浪費錢 你真的浪費錢 男的當然也不敢再買 因為買的時候 又不適合她的心水 又不夠美 又不便宜 女的就覺得 她不滿意 但她不知道這個不滿意 是會抹殺了男人的心意 所以我們在婚姻裡面 有時候女性要明白 男性有的地方跟她不同 有很多看法不同 而且有很多處理家庭的事物 她的能力是沒有那麼強的 所以她做一些事的時候 未必做得那麼好 女的就覺得很猛 我們就接受男女的不同 以及幫助對方 而不是給壓力對方 我們第一部分曾經說到 就是聖經教導珍惜婚姻 就是 丈夫愛妻子 好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為教導教會寫生 寫她的生命 甚至將她的生命獻上給教會 這就是 丈夫應該愛妻子 愛到這個程度 而妻子應該順服丈夫 不是經常說丈夫不行 批評她 經常踩著她 而其實聖經也說到彼此信服 所以大家彼此信服 而且很重要是裡面的愛 是愛 因為我愛對方 我想對方覺得幸福 我想對方享受這個婚姻 想對方享受婚姻 我努力去愛她 對她好的時候 也同時其實也在祝福自己 由上一次說到男女的大不同 剛剛我也說了一點 然後就是如何建立婚姻 建立婚姻的動力 首先動力 為什麼我們要建立婚姻呢 這個動力其實應用在很多東西 基督徒的行為 愛神 遵從神 傳福音 這些都應該應用 可以應用 包括亦都處理罪 第一就是 神很愛我們的 很體重我們的 祂因我們歡欣喜樂 莫而愛我們 請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而且我們是很寶貴的 神體我們很寶貴 祂很想祝福我們 然後愛配偶 就必定蒙福了 神一定喜悅的 當我們愛配偶 亦都配偶又更加幸福 更加喜悅了 願意互相祝福和幫助 大家更加幸福和有滿足感 這些小孩也能夠被建立 這就是正面的行為 然後反面的行為 就是不愛配偶 一定有破壞性 配偶就會埋怨 不想滿足和幫助自己 生命更加痛苦 應用在罪是怎樣呢 就是神很愛我們 其實可以加一點 就是祂很有能力 而第二點就是祂很體重我們 很愛我們 第三就是我們遵從神 事奉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神一定會歡喜 一定會祝福 而不遵從神 犯罪一定會有破壞性 所以我們明白這幾點的時候 我們也有動力 為何我們應該愛配偶呢 因為其實這是神喜悅的 也祝福我們自己生命的 為何我們應該遵從神呢 因為我遵從神 神又喜悅 我生命又被提升 整個人都享受 而我們不遵從神 我們對配偶不好 傷害配偶 傷害家庭的時候 其實是大家都受苦 自己都受苦 這個應用在任何一件事上 我們發揮生命是最好的 懶惰、閒懶不結 果子一定是有破壞性的 這個就給我們動力了 任何基督徒的行為 這四點是大家可以記住的 好了 接著下一點 願意重新堅定婚約 譬如有時婚姻已經不是那麼好 可以堅定婚約 就算好也可以堅定婚約 怎樣堅定婚約呢 就是我們建立一個 相愛屬於主的婚姻 是給主耶穌掌管的 有愛的 讓耶穌作一家之主 和珍惜你和你所做的 即是說 珍惜雙方 就是珍惜 真的好 我有太太 她對我有這麼多好的地方 我珍惜她和她所做的一切 和欣賞和建立你 我願意欣賞你 欣賞你所做的一切 欣賞你的心 我願意建立你 聆聽和回應你 會聆聽對方和回應對方 說柔和的說話來造就你的話 不是說傷害性的說話 而是說柔和的說話 令對方被造就的 為我做錯的道歉和改過 我願意道歉和改過 我願意搖書和不計較你的過錯 我不再經常提對方犯的錯 和正面處理任何問題 譬如真正溝通有問題 那就去處理 這些可以成為一個婚約的方式 譬如說 如果有夫妻一起聽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奉耶穌的命 我們願意一起 建立一個屬主耶穌的 相愛婚姻的關係 然後耶穌做我們一家之主 我願意珍惜我的太太、我的丈夫 我願意欣賞你、建立你 我願意聆聽你、回應你 我願意說柔和的說話 我願意不說傷害性的說話 我做錯的我會道歉 我會改過 如果你有做錯的我會搖書和不計較 我們有什麼問題我們正面去處理 這就是能夠在神面前立這個藥 就是我願意以後這樣做 立這個藥就不要像 好像說你有沒有做 你有沒有做 不是要來指控 而是說我們互相鼓勵 我們都可以做得更好 有進步 我欣賞對方 有些做得不好的 我們就想想怎樣可以改善 用這個正面的方法 但是很多時候 人就有傾向容易批判 就不是容易去建立 我試過很多次婚姻輔導 我就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我就跟他們兩個其中一個說 我說你試一下跟對方說話 對方你以後立即怎麼說 他不會做的 他經常都不做的 即時就已經踩他了 他不知道的 他說是事實來的 他沒有說柔和的說話 經常都踩我 對方即時就會說他的錯説 他不會改善 而是說 你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我就很歡喜 大家都享受 這就是一個正面的說話 但是有些人說 哇 這樣說話很假 為什麼說很假呢 因為他覺得是真的 你這麼壞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些他就覺得是真的 因為他的心裡面 存著很多負面的想法 而我們應該在心裡面 存著的是欣賞 就算對方不好 我怎樣的方法去鼓勵他 你這樣做我就開心了 這個是鼓勵 有些人就不以為 鼓勵就是你快點去做 你快點倒垃圾 這個不是鼓勵 你快點讀書 這個不是鼓勵 這個是吩咐 或者有時強烈是吹逼 我們不是吩咐和吹逼 但是欣賞就是 你一做我就開心了 我多謝你去做 我多謝你有關心我的心 幫助我的心 這個就是欣賞了 好了 首先我們建立與神親密的關係 處理生命和建立愛對方的心 就是與神有親密的關係 時時愛無神 當我們時時讚美神 神的同在會祝福家庭 所以在家庭裏面 時時我們一起看聖經祈禱的時間 讓神的話語改變我們 神的同在改變我們 然後處理生命 因為人人都有負面的情緒 負面的思想 有些不好的行為 我們都需要學習處理 讓我們脫離這些 罪的方式 一些負面的思想和情緒 和不好的行為 然後建立愛對方 就是我如何更加愛對方 這就是非常重要 令婚姻更加好的 就是從神而來的力量 去處理生命和愛對方 也有家庭祭壇 一起唱詩敬拜 讀經、討告、討論聖經 應用聖經 如何應用出來 應用出來的時候 又變成批評 說我們剛剛看完 不要發怒 你就發怒了 而是說 好了 我們發覺有件事發生 令到我們有些不開心 有些懵疼 那我們可以怎樣處理 用一個詢問的方法 討論的方法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 這樣的方法 而不是說 你又發脾氣了 你又做錯了 這一點就是愛和滿足對方 在針言五章十八節說 要使你的全員蒙福 要喜悅你幼年所取的妻 就是令到他歡喜 令到他蒙福 有很多人他不太願意做這件事 就算新婚 其實新婚有些人 他只是喜歡跟對方一起 但不代表他喜歡令到他歡喜 他只是我得到滿足 我和你一起我很滿足 你和我一起 我享受的時間 就是我享受 不是想著我令到你享受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愛對方令到他滿足 就是他喜歡的東西 我就做那件事 有些人不是的 對方喜歡的東西 就特意不給他 但當我們想到 對方喜歡吃些甚麼 我就買那件事送給他吃 對方喜歡我怎樣說話 我就怎樣跟他怎樣說話 當然這是合乎神的方法 就是如果他要你說的東西 不是合乎神的 我們是不應該說的 但如果他是合乎神的心意 我們是應該說的 總之做甚麼都是令到他歡喜 我和我太太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他歡喜的事 就是我知道他喜歡我和他一起聊天 比如我們在一起的時間 他喜歡我總是關心他 和他聊天 回應他說的東西 有時男性 包括我 有時是在想事情的時候 是沒有回應對方的 就是我也有兩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當他問一個問題 你想想那天去哪裏 那我就會在想 那天行不行 那我想的時候他看不到 但是我就跟他說 下次我會記得這樣 因為他告訴我 你又不回答我 我說其實我不是不回答你 我是在想 我就可以說一句 讓我想一下 他就知道我做甚麼了 我就會知道 原來這樣他會開心的 或者欣賞他做的事 去做一些他歡喜的事 他是歡喜的 總之任何時間 可以的 有些小動作 我有時和他按摩 就算在搭電梯 我和他按摩按摩 就是這些小動作 拿拖鞋給他 我們一起刷牙 都是一個溝通時間 我和他弄牙膏 有時他和我弄牙膏 弄牙線 這些都是互相服侍 令到對方歡喜的 就是我們滿足對方 令到對方開心的 這個五個愛的語言 就是蓋瑞巧門 他本書的愛之語 那裏有講到的 這五個愛的語言是甚麼呢 就是人通常 覺得對方愛他 是有這五樣的因素 其中一部分 就是一個是專注時刻 就是專心陪伴 就不是在那邊 盲看手機、看電視 而是專心和對方一起 這是通常女性最喜歡的 女性最喜歡這件事 但是男性有時 被勉強和他一起 一直看著手機 一直看著周圍的事 就沒什麼心機去聆聽他 他就覺得他分心 他不是真心對他的 所以女性對這方面 他是體重的 男性想討太太的歡喜 他就專心愛他 就是他更加歡喜的 當然不是說經常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有這個專注的時刻 由愛的言語 會欣賞、關心和愛 說一些說話令他歡喜的 就算他有些事做得不好 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下次怎樣做呢 我都想讓你知道 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會有 或者你可以問他 你猜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有什麼感覺 讓對方說了 他已經知道 他講句話的方式不好 這個方法就好過告訴他 你又罵我了 你又長氣了 你又暗暗沉沉 這些就是一些批判的說話 甚至有時候標籤 你又變成了長氣婆了 這個標籤的說話 就好像給了一個名稱他 你就是長氣婆來的 這就是我們在說話上 怎樣說話令到對方舒服 所以我們還沒說之前就想一想 其實人通常是這樣的 別人說的好話我們個個都喜歡 就是沒有人不喜歡的 別人都喜歡的 別人說不好的話的時候 我們都會不喜歡的 就算譬如說 你這麼慢、這麼蠢 你做事做不到 我們會不喜歡 但是我們說的不好的話給別人聽 我就覺得他不應該不開心 我說你慢 他就慢 我就告訴他 你很慢 你做事很慢 你很愚蠢 你不懂 我們就覺得 我應該告訴他 因為覺得 這是事實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信息 帶有一個批判性 我們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傳這個信息 到底是帶有批判性 因為帶著關心 兩個是很大分別的 批判性就是說 你這麼蠢、這麼沒用的 這個語氣和說話的方式 都是令到對方覺得自己被踩下 但是如果我們說 我發覺你做這些事的時候 有些困難 我們怎麼可以改善呢 這個就是他想著怎麼幫對方改善 而一直說之前都想一想 我怎麼說呢 令到對方是覺得不會不舒服的 怎麼說呢 他是覺得被關心的 還有他做得好也會欣賞 譬如我們提了他一些事 他有改善 我們都告訴他 你做得好 這些就是正面的說話 我有另外的影片就說到 說恩典的說話 以及律法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 有神的恩典 有人的恩典 人的恩典的說話 就是好像 我愛你 我關心你 我體重你 我喜歡你 我歡喜由你 我喜歡陪伴你 這些是恩典的說話 即是一些祝福性的說話 律法的說話都需要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律法的說話 可以用一個引導 詢問的方法 我們這樣做好不好 我們怎樣可以改善我們的溝通 你這樣跟我溝通 我很歡喜的 你將你的心裡的問題 告訴我 我很歡喜的 這些都是一些引導的方法 柔和的方法 幫助對方去做一些 我們想他做 而對我們有建設性的行為 我們也知道有時需要指責 不過指責不用踩下它 我們可以說 你有沒有留意 你也有遲到 那下一次可以怎樣避免 這已經是一個指責 不過我們可以用最柔和的方法 但有些人就覺得 我不罵他不醒 他經常都遲到 但越罵他就越 其實越鞏皮 越不喜歡 越反抗 我們用一個方法去引導他 就是引導他有一個尊重的意思 我尊重他 所以我會問他 我發覺 你似乎有一個遲到的習慣 怎樣可以克服這件事呢 那的時候他會更加容易接納 好了 愛的禮物 愛的禮物 不一定要用很多錢買的 而是有心機去做一些禮物 有心機 我知道他喜歡的東西 我就走過就買那件東西 我外出就特意買那件東西送給他 那就是一個愛心的表達 而在禮物那裏 譬如有些字句 有張卡寫著的心意 寫心意都是 不要只祝你生日快樂 而是說一些說話 我好開心有你 我真的很幸福有你 你對我很好 我好歡喜 我亦都很想對你好 這樣的生日卡 別人是受落更加好的 就不要只是 因為現在手機 你除了可以彈個生日卡給他 但是生日卡紙寫著 生日快樂 這就沒有表達什麼愛意 還有服務性行動 就是幫助對方 幫助對方撿東西 煮飯 清潔 這些都是服務性行動 但是有些是直接為那個人的 譬如他需要那個人 我立刻幫助他 那些東西跌倒 我立刻幫他拿起 有些東西跌在地上 或者幫他拿拖鞋 幫他拿水 這些都是服務性行動的 不只是整體服務家 而是服務他的 這些都是令對方覺得愛的 另外就是身體接觸 身體接觸可以隨時 有時拖牙手、抱拖吧 這些都是身體接觸 都令對方覺得愛 大家可以回去長時間 在裏面上與你的配偶 Libyan 做這個遊戲 那這個遊戲是怎麼樣呢 就是一人兩張紙 一章就寫自己 我最喜歡對方對我做什麼 另一章就寫 我猜對方最喜歡什麼 這就是從關係上 大家可否都猜到 对方是哪样的东西 这是一种游戏 譬如说我说出我最喜欢的什么 对方听到的时候 他知道他做这些 我更加感受到爱 然后我也猜到他喜欢什么 他就觉得欢喜 我明白他的心 我们做这些行为 都是做对方喜欢的东西 譬如有时候有些父母 或者有时候丈夫 她说太太太太胖了 要减肥了 买一些机器给她 去练习身体 但是太太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是礼物 这个觉得是一个吹逼 就是你吹逼我去做运动 不觉得是礼物 除非太太一起赞成 好 我都愿意做运动 去鼓励她 而不是笑她 不要加上去笑她 你看你这么肥 肥到不得了 你看以前你是多身材多好 现在肥腩了 现在肚腩都大了 这些说话是令到对方不舒服的 送礼物是应该送一件他欢喜的东西 我曾经听过有人说 那部电影我没有看过 他说那部电影 就是说到有个丈夫在太太生日的时候 送了什么礼物给她呢 太太就很生气 就是送了一个咖啡壶 因为咖啡壶不是一个个人的礼物 就是大家喝咖啡的时候方便 并不是一个对对方的礼物 对方希望的礼物是给对方用的 如果更加深的就是 丈夫喜欢喝咖啡 我买个咖啡壶给你 那你便帮我做咖啡了 这种更加极端 就是为了自己的 那我们送礼物是应该想到对方 我怎样令到他欢喜的 那我们试一下回去做一下想一下 我们最觉得哪个人最喜欢呢 那我都可以告诉大家 女性来说比较多些 第一喜欢是专注时刻的 第二是爱的言语 这个是多数女性比较喜欢的 男性比较喜欢的是身体的接触 就是说太太有时抱着她 爱着她 她觉得是一件开心的事 觉得被爱的 比如小朋友觉得被抱着 爱着她是喜欢的 这个是身体接触 男性来说 除了身体接触 可以什么呢 爱的言语都是男性喜欢的 就是说对方不要牢牢吵吵 而是说一些温和的说话 令到她觉得舒服的说话 有一样 男性可能喜欢的女性陪她玩 这就没有一个这样的选择 就是一些做她喜欢的活动 他们就觉得 也可以是陪伴 就是陪伴做那样的活动 也可以是服务性行动 就是含有这些成分 就是大家表达出来 我喜欢你做什么 而对方为了建立婚姻 都可以做 关系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关系比事情更加重要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试过这件事 在家里打烂碗 接着被家人罵得不得了 那个罵的程度和碗的价值 是完全不合比例的 即是碗是很便宜的 甚至自己可以买回都可以的 但是呢 就被家人罵 你这么论盡了 你一天就打烂碗了 你看你做事 吃东西不做东西 做东西打烂东西 其实就好像那一碗的价值比孩子更加大 孩子听到这些说话就会受伤害 所以我们就看重关系多于事情 当然事情都是需要处理的 但是我们就说用建立关系的方法来处理事情 譬如在夫妻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冲突 譬如说太太很想家里整齐 丈夫就硬是不整齐 那太太就怒了 就生气了 就骂她了 那她又不喜欢了 于是就造成关系上受影响了 但是如果太太明白 原来当我这样骂她的时候 她是不喜欢的 我怎样的方法引导她 帮助她 用柔和的方法去溝通 而留意就是事情 就是这些东西整齐不整齐 以及婚姻好不好 这两个比较 大家去想一想 事情整齐不整齐 以及婚姻好 哪有更重要的呢 人当然会说婚姻更重要的 但是往往在实际生活上 就好像觉得 那些东西整齐得好更加重要的 所以这件事就是我们需要小心的 还有建立关系和乐趣 其实关系是可以有乐趣 我们大家都会和朋友有乐趣的 喜欢的朋友当然一起玩 开心有些乐趣的 但是夫妻有时久了 不懂得保持这个乐趣 怎样有乐趣呢 就是欣赏对方怎样对自己好 就是欣赏对方 他帮我 他做了什么好事 我多谢你 我多谢你 你做这件事 我好开心了 奖励对方 可以奖励他 奖励他什么呢 陪他一起去街 请他吃东西 疯吻他 这些都是一些奖励 令到他开心 还有任何一起做的事 可以变成乐趣 我太太很多事都跟我说 他有很多事要做 因为他在学校教书 回到家都要做 有时他很忙 我说你快点去做 你可以早点睡觉 但他说让我陪你一会儿 我和你一起洗碗 他就想那段时间是一个陪伴 他就用这件事作为一种 就是好像令到我们 大家一起开心一些 这个都是我们大家相处的时候 他会喜欢跟我一起 来陪我一起洗碗 我就会欣赏他 多谢你跟我一起洗碗 多谢你喜欢陪伴我 我也是很喜欢陪伴你 很多时候我和他去街 他都会多谢我的 这件事其实我们应该学习 多谢 有些人说 夫妇要不要多谢 他会说多谢你今天陪我一起 我接着又回答他 我说多谢你陪我过世 我是很欢喜的 任何事他做的 我都是很欢喜的 我很欢喜他做的 我时刻赞他 我说你真是好 又聪明又智慧 又对我好 又疼我又开心 令到我整个生活 又开心 我们一起侍奉 我们每一样东西都一起 都是开心的 你又令到我 真的是 你是一个最爱我的人 是令到我一生是非常满有欢乐 满有灿烂的 好了 夫妻也轻松和多些欢笑 一起笑一下 开心一下 说一下笑话 不要什么都这么严肃 开心心 哈哈哈哈 一起笑一下 这是一种法治内心的 其实有时候我出去喝茶 吃饭 我都留意一些小朋友 我发现有些小朋友 去到喝茶 吃饭 很开心 很轻松 我可以猜到他在家里的关系 其实是轻松的 但有些小朋友去到 是没有那种轻松的 他好像不笑得出来 那样的 他虽然很静静静静坐着吃饭 但没有什么开心的时刻 我都见到有些父母 和子女一边坐着 各有各看自己的手机 两个都在那边看 整个时间不聊天 这也是显示出他们家庭的关系 就是他们能不能一起开心一下 其实小朋友是很容易哄他欢喜的 你哄他欢喜 整个家庭都会开心一些 比如两夫妇一起有小朋友 他哄个小朋友欢喜 小朋友哄个父母欢喜 整个家庭都会开心的 有些人说要教他 要罚他 他才会听话 其实当小朋友很开心的时候 他告诉他 你看看我们家庭多开心 你上去一世人开心 你一世人开心 你读书读得好 将来你的前途也好 所以你读书 勤力读书 以及你的生命被耶稣使用 耶稣又欢喜你了 你又懂得对人礼貌 将来你结婚的时候 你又和人礼貌 你将来婚姻都开心 好像我们现在一家人多开心 你将来都可以开心 那用这些方法来鼓励人 是好的 你要读书 你不读书 将来做乞业的了 你要对人好 你不对人好 别人又不要你了 这些方法并不是有效的 所以什么事都做到开心 同样我应用在侍奉 例如做组长 或者做牧养人的人 照顾人的人 都是做得开心 不要像 你们都不听话 我要吹逼你们听话 而是说 我见到你改变 我很欢喜 我见到你参加聚会 我见到你留心听信息 我很欢喜 你很开心 这样的时候 带领的人开心 被带领的人都开心 自己从神得到喜乐 自然婚姻又开心 每一样都开心 这就是做人更加好的方法 这里讲到就是说恩典的说话 我们橫看他 我关心你 我欣赏你 你对我这么好 我欣赏你 欣赏特别是对他好 不只是煮饭煮得好 我欣赏你关心我 我欣赏你听我说话 对我又好又安慰 你做了一些很好的事 你在我身上做了好的事 我很珍惜你 我有你 真是很幸福的 你是宝贵的 你有很多长处 神会用你的 你有心帮助人 有些人说 不是了 我丈夫太太没有那么好的 哪有那么多好 我们就欣赏她的那么多好的地方 她有责任感 你真是很有责任感 你照顾地方好好 你做得好好 我们就欣赏她这些 无论大事小事都欣赏 她自然慢慢 她整个人会提升 我们欣赏她 她就越是变成一个开心的配偶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以前的牧师说的一个这样的事情 一样的事情 就说到有一个人 在非洲娶一个太太 他们要给礼金 他就给了 我不记得当时 十只牛 十隻牛通常來說是家庭很有錢 這個女子很尊貴的身份 她就會送十隻牛 否則可能是少一點的 她送十隻牛有些人會說 這個女人不是值得十隻牛 但當她給了十隻牛的太太 也對她好 這個太太就變成了十隻牛的太太 即是她就變成了好好的質素 她越是看重她的太太 她的太太就變成了這麼有質素的太太 一個人越踩低她的太太 她的太太就越被踩低 她自己也被踩低 所以我們就說 我越提升人 我的生命越被提升 我越祝福人 我的生命越被祝福 說律法的話 我們需要說處理事情 處理困難的 有四類 探討和引導 什麼叫探討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 我們不如去想找方法 不如找人幫忙 看書有什麼方法 我們溝通可以好一些 我們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探討 引導就是我們知道的答案 我想引導她這樣做 譬如說 我喜歡聽你說你的心聲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心聲告訴我 我聽到是會有 我很開心的 我聽到你的心聲 我是很開心的 這是引導 我是喜歡這件事的 我引導你去做這件事 譬如你能夠關心我 聽到我說的話 你會有回應 我是開心的 我引導她 引導她會這樣做 這些我們都是需要做的 就是在家庭裏面怎樣 對方能夠建立一些好的行為 第二就是教導 有時需要教導 但是最好用詢問的方法 我們這樣溝通好不好 即是說我們都聆聽對方 看著對方是否會好些 以及不要反覆思想負面的說話 會不會好些 即是我們不要經常 說過一些錯事 或者做過一些不好的事 就跟著想來想去 是不是不想是會好些 不要猛地提過去的事 是不是會好些 對不起 阿姊先說 猛地提以前的事 又沒有加猛地 應該怎樣 不要再提以前的事 過去就算了 我認錯了 我們大家都認錯 我們大家都如書 大家都沒事 那就最好 即是不要加一些 不要加一些不好的 標籤的說話 即是不要再這麼猛狀 這個猛狀就會 令到對方有不舒服 用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平靜一點 用舒服一點的方法溝通 有時吩咐你做什麼 但可以用一個詢問 請你幫我洗碗好不好 有些人說兩夫婦這樣 但語氣也是可以這樣的 你跟我一起洗碗好不好 你跟我一起洗碗 語氣是好過這樣 你要做啊你要做啊 快點來做啊 還不做啊 這些就是一些不好的說話 的方式 我們一起清潔好不好 一起清潔我就很開心 也可以說 我們一起清潔 也是我們享受的時間 我們拍拖的時間 好不好 好 指責 有時需要指責 你這樣遲到你覺得 你知不知道帶來什麼後果 你今天遲到了帶來什麼後果 你覺得你這樣說話 會給人有什麼感覺 這些都是一些說話 是讓他知道他錯的 但是方法都盡量用溫和的方法 另一個觀念幫助我們建立婚姻 就是感情銀行 譬如我們去銀行拿錢 你不能夠不擺錢 你經常都拿錢的 譬如在婚姻裏面 我們付出多少 我們都可以得到一些回報 但是不付出的時候 是很難得到回報的 所以對配偶好就是存錢 傷害配偶就是提錢 提錢太多就沒有結餘了 所以最好 其實就是更多的 更多的對對方好 但是其實就 不要用傷害而是 不是傷害對方 而是當對方對你好 就是一個回報 就是在愛城銀行 如果全部都是 我對你好 你又對我好 就是我又 好像擺錢在銀行 而你也會祝福我 大家互相祝福 這就是一個 正面的方法 大家都付出 這時候樂意付出 有時有些夫婦就會計較 我洗碗這麼多 你又不洗碗 越計較就越多問題 但是有時有些說 經常都是我洗的 經常都是我做的 他甚麼都不做的 大家就可以在婚約 大家再談談 我們到底在婚姻裏面 我們怎樣可以更加 大家平衡的責任 婚姻更加開心 你想不想這樣 如果可以 大家談談是最好的 如果有時很難談談 也可以找輔導幫助 因為輔導第三者 可以更加幫助到 大家中立地去討論 而作為輔導的人 記得一件事 就是不要偏幫一邊 就是接受兩邊都有她的困難 我當我輔導人的時候 我都會接受 通常都是女性要求輔導比較多 就是說 丈夫又不聽我說話 又不關心我 結果拔到丈夫來 問丈夫有甚麼 婚姻覺得怎樣 她說沒事 我們每天都是這樣 因為她的要求不是那麼高 她不是要求那麼多溝通 她只是家裡有飯吃 這樣就叫做好的家庭 而問太太 太太就有很多需要說出來 也知道很多時候 因為太太希望丈夫會溝通 丈夫又不溝通 所以她又會瘋了 丈夫就覺得 太太經常吹逼她溝通 她又不懂得溝通 或者她又不想說那麼多 或者她覺得 讓我處理完才說 那這個 雙方都有她的困難 或者她覺得太太長氣 我聽到 我兩個都認同她的困難 我不是認同她做 即是說她這樣做是對的 我只是說我知道你困難 我知道 譬如說 那個丈夫 那個太太有時都會有情緒 我知道你困難 你又想跟她建立關係很大 又很難 好像女人心海底針 怎知怎麽討她歡喜 好像做了又不對 我會明白她有這個困難 我會說出來 也明白太太的困難 就是太太覺得丈夫不回應她 所以大家都覺得困難 我解釋這就是男女不同 由我們建立關係 慢慢逐樣逐樣可以處理 即大家都覺得我是接受他們的困難 他們就覺得舒服 也有丈夫跟我說 她說 你是第一個人 會明白我的困難 因為很多人只是說 你又做得不好 太太叫你做的事你又不做 這也是夫妻相處的時候 大家能夠明白對方的需要 做輔導的一定都要明白對方的需要 就不是給對方壓力 然後就願意遙書 有些人很久之前都記述 記婚那天你做了什麽 很久之前你對我做什麽 這些其實我們可以處理 真的不開心可以說出來 尤其有輔導員的時候可以幫助 如果沒有輔導員的時候 我們怎麽說呢 我都想說說那天發生這件事 你說這件事是令我不開心的 我都想讓你知道 可能我又令你不開心 我又請你原諒我 我們怎麽可以溝通好些 大家互相遙書 互相接立 能夠不再計較以往犯的錯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直積存這些犯的錯 一定婚姻越來越和 我越以解決問題 婚姻裏面一定需要解決問題 一定有問題的 因為男女大不同 和人的愛心總是缺乏的 處理任何的過錯和衝突 和探討什麽問題和解決的方法 有什麽問題 又不控訴 對方說的時候 不要說都是他壞 他那時這樣跟我說話 這個方法就不能走通 只是說 我很想說我的心 告訴他 我希望他明白 你明白嗎 不是控訴 只是說 我想你明白我的內心 我也想聽到你的回應 我想 就是用我想 而不是說 你沒有做 你沒有做就是控訴 我想你這樣 你這樣做我就歡喜了 接著就是處理自己和對方的情緒 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 一說問題 就很容易就會有情緒 對方就說 你又不愛我 我做什麽沒用 你經常就說我 這樣就發脾氣了 那個發脾氣 第二個又發脾氣了 跟你說話沒用 哎呀我不說了 這個就是雙方的情緒 所以一發覺情緒爆發時 立刻就大家平靜 去安靜一下先去談 或者是 另一個時間去談 或者總之用任何方法 去關心對方 譬如有時我見到太太 有些人不開心 我就走過去 拖著他抱著他 然後呢 就是表達我接納他 我知道他的困難 又對不起 我有什麽做錯 然後呢 我就繼續跟他溝通 那他的情緒就會降低了 就是沒有那麽强烈的情緒了 還有對方有什麽進步 我們就欣賞他了 你做得好 今次做得好 我就欣賞他了 好了 我們最後講到如何修補婚姻了 就是反思自己有什麽地方 應該向對方道歉 就是我有沒有聆聽啊 有沒有關心啊 有沒有回應對方的感受和需要 很多人呢 他沒有做這些 但他不覺得是需要道歉的 他就覺得呢 這些呢 是 唉 很難的 哪裏做到 男人做不到的 那我們需要呢 反思我們自己有沒有 就是是不是沒有聆聽對方呢 是不是在行動上 愛和接立對方呢 就是我們反思 就不要只是說對方 對方有什麽做錯 這件事是整天都發生的 就是很多時候呢 在婚姻的問題的時候 想說你又做什麽 你又做什麽 你又沒有做什麽 就是控訴對方 就沒有反思自己了 我們有沒有行動上 愛和接立對方呢 第三 有沒有處理兩個人之間的問題 有沒有令對方難受 或者傷害對方 就是我們說的時候 有沒有令他難受呢 有沒有將他和其他人比較 你看別人的老公 你看他又賺到錢 又幫家 你看他多好 你看你 你看他整天都賺不到錢 那這些說話 是令到他很難受的 或者你看別人的太太 你看他整天都這麽漂亮 你又這麽快 已經肥了 那這些說話 是令到太太是非常之受傷的 所以我們就 真的一定避免比較 小朋友都是的 你看你哥哥多厲害 你讀書又不行的 你看別人的兒子多厲害 你們個個讀書都不行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 不好的比較的方法 還有有沒有在人面前 批評對方呢 這件事有時有些太太會容易做的 哎呀我老公是這樣的 經常都是這樣的 又不顧家 又不賺到錢 又經常發脾氣 那樣就變成了 她丈夫聽慣了 就經常覺得 她太太是不尊重她 她不被尊重 她就沒有動力去愛對方的 好了 怎麽樣處理婚姻的問題 和修復呢 首先第一隻 就是反思自己有沒有錯 肯認錯 肯去處理已經是非常好的了 那就是真心向對方認錯和互相搖述 我有做錯的地方 我也都搖述你有做錯的地方 我有做錯的地方 請你原諒我 第二接受兩個人不同之處 接受她不是完美的 人人都不是完美的 有做錯不死得的 男女是不同的 第三真心找方法來處理問題和收復關係 真心就是說有方法的總有方法的 第四 跟對方溝通來化解誤會和傷害 有時是有誤會的 有時譬如說 有個男性就 看一看女性 接著太太就很 吃醋了 吃醋得很厲害了 這些可以溝通去化解誤會 或者有時覺得她好像不理她 如果真的有錯是需要認錯的 但如果是有個原因的時候 是可以溝通去化解誤會和傷害 第五 建立愛心的關係和關係 令對方覺得有盼望 即是我真是愛你 我真是想建立關係 我願意付出代價 那又是有行動 而行動可能不一下子變了 有的那麼多改善 對方肯欣賞已經很好 第六 就告訴對方自己欣賞對方的努力 你有改變我欣賞你 你的那麼多改善 我們都欣賞了 第七 接受難以改變的性格和行為 有些性格很難改變的 他個人是比較固執 有些比較長氣的 有些很容易猛狀的 這個已經是他很難改變的習慣 我們只能夠接受他是這樣 但我們找方法如何緩和這些問題 令到他的問題不太顯出來 第八 在需要的時候需要找輔導員來幫助 另一方面 建立婚姻裡的溫情 即是說 不只是處理一些關係 處理一些溝通 而是處理多些溫馨 多些傷害 有些舒服的感覺 開心的感覺 第一是深信蒙福的婚姻 包括 相愛 溫馨的溝通 享受對方 以及全面性的合一 即是一個好的 婚姻關係 會讓大家相愛 以及有溫馨的溝通 即是大家溝通是覺得開心的 以及享受對方的 是喜歡的 以及全面性的合一 即是整個人 兩個人真是合一的 有些人說太難了 哎呀 同居人怎會有感覺 這也是雙方建立的 婚姻如果一方面不肯建立 是很難建立的 是需要雙方建立 但有一方真是做得不好的時候 是可以接納他愛 慢慢引導 亦都有時輔導員 可以幫助到 第二 談論起初 相愛的時候 溫馨和享受 想回和說回 初頭為何如此開心 那時候有何不同 我們可不可以恢復這些東西呢 有很多婚姻來講 覺得太遙遠了 都不想去試 或者已經放棄了 但我們其實可以嘗試 去建立這些溫馨的時刻 讓對方開心和享受的事情 一起和他一起逛街 請他吃東西 去玩一下笑一下 去做一些歡喜的事情 第四 還給對方自己 欣賞對方為自己做的任何好事 對方 你特地買的東西給我吃 我很喜歡 你為了令我歡喜 我很喜歡 不是只是感謝他給你吃 而是你令我開心 你想我開心 所以你買給我 我很開心的 還有計劃有單獨相處 和專注溝通的 開心拍拖時刻 有些大家一起溝通 單獨相處的時刻 如果有子女 有時需要放下子女 就有人照顧著 然後出去可以拍拖 開心的 拍拖時 都避免說回家事 當然有時很難避免 如果家庭有很多問題時 是很難避免 但是 就會令到一方覺得 拍拖又是說這些東西 真是很辛苦 這樣 我們所說的 可以說是很簡略地說一個很大的主題 可能大家覺得 我的婚姻已經很難處理了 很難處理的 我是歡迎你在網上 在YouTube找易牧師 你會看到我的電話 我都可以幫助你的 求主祝福大家 我們一起祷告 求主祝福你的婚姻 天父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建立婚姻 是一個禮物 但因為男女的不同 和人缺乏愛心 很多時候都有婚姻上的問題 求主幫助我們 去欣賞對方 欣賞我們有的婚姻 欣賞我們的配偶 去盡量做他歡喜的事 以及我們有些甚麼做錯的 我們都去認錯和處理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求主幫助我們 在深信 在耶穌裏總有改善的地方 求主加力給我們 建立我們的婚姻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阿里路亞 求主加力給我們 給動力給我們 知道我們建立婚姻 其實對我們有益處 也是神喜悅的 多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也想說最後一點 就是怎樣 也有很多人的情況是這樣的 他的配偶 是完全不肯改變 很肝硬 很容易發脾氣 常常利用對方 甚至是在家裡做很多破壞的事情 硬是處理 也處理不了 那時候 婚姻怎樣可以康復呢 是很難的 但可以康復是甚麼呢 首先我們自己 靠著耶穌建立一個 強健的和神的關係 從神得力 有喜樂平安 不讓對方影響 就仍然有喜樂平安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儘量有愛心對對方 希望他能夠有一天改變 有時有些很困難的情況 都可以一步步改變 但有時可能期望要低些 他的改變已經很好 例如我記得有一個唱呼音歌的一個女士 我都不記得她的名字 她就說到她爸爸對她們很差 她說到她爸爸對她們很差 周時反桌 吃飯 煮完飯就反桌 對她們很差 她們很生氣她爸爸 但後來她信了耶穌 她就儘量對她爸爸好 甚至有一次是這樣的 她們去年宵市場 她忽然間有個衝動 想牽著她爸爸的手 她走過去牽著她爸爸的手 從那一開始 她和爸爸的關係完全改變了 有時就是一個動作 這些行為令爸爸覺得悲哀 因為她爸爸其實也覺得 可能受到傷害 所以她只能夠傷害她的子女 但當她的女兒這樣做的時候 她是很安慰 覺得避愛 於是關係完全改變 所以這是一個最好的情境 但有時真的不是 不是的時候 只能夠一方盡量靠耶穌得力 也不讓對方影響 她是這樣的 我接受她是這樣的 我不要介意了 她雖然有發鼻氣 我轉身就感謝神 我依靠神 我不去想她的事 放手 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能夠放下對方的問題 好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你的婚姻 得到神的祝福 祝福大家 從神得力 拜拜 拜拜 有wyn子 到神去 祝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